他把它納入 然后融到他自己基督教的 这个文化节庆里面去 所以呢 刚才小老师解释的那个部分 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 看到的是整个的欧洲 南欧它一定是比较暖和的 所以它的春天 差不多是在三四月的那个时候 那我们在讲所谓的基督教会 最早它建立起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过去罗马帝国的这一块 罗马帝国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复活节是在三四月的时候 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节庆 然后在庆祝什么 就是春天来了 OK 可是你越往北走 它的春天来的就越慢 所以你到了差不多中间的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称它为西欧 就像包括现在的法国啦 英国啦 德国啊 这一块来讲 那么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它的春天差不多就是五月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庆祝的节日叫五月祝 那五月祝节干什么 就是很简单的 就在广场就定一根庄子 然后就绕着这一根庄子去跳舞啊 意思是什么 那根庄子是什么 就是男生的 就是那一根 OK 那等到基督教会把复活节映套在 就是这个春天的这个 呃 庆典活动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五月祝很多 就是上面再多了一横杠 看起来像十字架 OK 所以你以为你在那边庆祝什么复活节 还是你在庆祝什么五月祝节 你以为你在庆祝一个基督教活动 其实不是 它本来是一个异教徒的活动 它本来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活动 OK 那很多地方 其实你可以看现在五月祝节 它的五月祝 还不见得每一个都有那个横杠 就是有些比较乡下的地方 它还保留它的传统的话 它是不会定那个横杠的 OK 好 那像这些的活动 庆典活动 有很多到今天 其实在欧洲 还是每年在继续举行的 那像这些就是我们明天 就是会去看那些影音的那些资料 OK 好 所以春天的这个节庆呢 它们就最后就要把它并到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活节 Easter OK 那么 在往北 北欧的五月祝节的话 其实它们的五月祝节 什么时候 五月祝才立起来 都是到六月了 因为五月对它们来讲 还很冷 还没有那种春天的那种感觉 可是北欧很好玩 北欧的五月祝 它立起来的时候 一定有那个横杠 因为北欧的五月祝节 它是因为基督教会 会介绍进去的 所以它都会有那根横杠 可是反而中间西欧不见得会有 所以本来说北欧那边 本来就明明这个活动是基督教 把五月祝 对 而且它传进去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在传教 OK 所以在于北欧来讲的话 其实它们本来六月的时候 它们的种夏夜的节庆 不是这样子用五月祝来 它们的传统是那一天会做大扫除 然后家里面就是多余的东西 不要的东西呢 就生火 就像萤火一样 然后它们是绕着那个火跳舞 OK 所以你看维京人 那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这个 就是风俗的这个活动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 北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北欧它们就是最晚 接受基督教文化的 所以很多其他的地方 风俗传到北欧的时候 它是跟着传教士来的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 好 所以呢 像这些所谓的这个剧场的活动呢 那么到了这个中世纪呢 就是后半期的时候 那么慢慢的呢 就是被这个教会呢 也把它吸收 然后融入到他们自己教会的 这个文化跟活动里面 好 那么这个我们下面会详细介绍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中世纪的时候 那么 除了教会以外 那么它所谓的Rudy 就是这个娱乐的活动 有传统的就是 就是罗马 罗马文化所流传下来的 就是仿剧的演出 OK 那么它也有 具有歧视精神的 歧视精神的这个文化 中世纪的歧视文化 就Tonic 那么就是属于叙事师 常诗的这个吟唱 OK 那么它有很多 经过教会 Modified 它已经改良 过的一些 所谓的异教徒的 这些典礼 那当然还有 它自己宗教的 这些东西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五月祝节 那么五月祝节 通常来讲就是 它在 还没有开始要农忙的时候 那么五月祝节呢 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春天来的时候 然后给 就是男女 年轻的男女友 就是交往的这个机会 所以为什么欧洲人 他们很强调五月新娘 因为如果顺利的话 就嫁人了 那其实在当时来讲 那个带球跑的还很多 就是不得不赶快处理掉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来讲 其实只要对方愿意取的话 就是顺利的话 倒不是一件什么 大不了的坏事 OK 好 那当然在节期里面 吃吃喝喝一定少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好 喝酒 吃东西 好 那么在后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五箭的这个部分 不要忘了这是一个 冰荒马乱的时代 所以即使他们就是遇到状况 可以躲到城堡里面 去寻求这个安全 但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防身 好的这个方法 他们还是要懂的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正中央后面的这边 就是已经有成功的 配对的男女 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在这边 瞎搅祸了 OK 好 那么这个是北欧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欧 很明显的都会有横的那一杠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十字架 然后立在工厂 那这个其实是六月的时候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宗教句 好 宗教句一开始的时候 它一定是仪式句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活节的 这个仪式当中呢 然后进来的一个插段 好 那像这个插段的部分 就是同学报告的那个部分 OK 好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插段的之后呢 那么开始呢 就是仪式句的这个插段就开始增加 好 那么据说呢 第二个出现呢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好 就是一年要结束的时候 那么 在农前的 就是我们的Christmas 耶诞节这个时候 所以春天的祭典 冬天的祭典 OK 好 那么复活节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五月柱的这个灵感来的 所以在Good Friday就是 表示呢 这一天是应该是 耶稣呢 他钉上十字架死的那天 然后他要 尸体要卸下来 要安葬 所以到了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呢 Good Friday这一天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 呃 一根就是这个 像柱子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十字架 然后呢 他们就会把它包起来 然后就把它埋起来 然后到Easter的时候 Easter它一定是礼拜天 就是三天后复活 他们再把它给挖出来 然后把它立在广场 好 所以这就是五月柱爵被寒禁 就是被包刮到就是这个 宗教仪式里面的一种方式 所以本来其实它是一个民俗的一个活动 那么到后来呢 就变成呢 是在庆祝教会的这个节庆 OK 好 那么在教会自己本身里面呢 望明沙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插段 OK 好 那么这个部分是同学讲过 我们很快就跳过去 好 那么这是在教堂 墙上的一个浮雕 其实你到就是西方的那个教堂 西游的教堂 他们其实有很多像这样子的 中世纪留下来的这种浮雕 这些浮雕呢 其实 他们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有很多都是 所谓的仪式剧 或者是就是其他的 像连环剧这一类的这个宗教剧呢 演出的时候 他们把它就是刻在上面 OK 所以这个呢 表示就是说 他们一定某一年他们演出的时候 那么耶稣复活的那个戏码呢 就是这样子呈现的 OK 好 那么仪式剧呢 从一个插段 两个插段 然后开始呢 他越来插段就会越多 OK 那么插段越来越多的话 就会形成了我们就是慢慢所谓的这个 cycle 连环剧 好 每一个插段就是从 这个圣经里面呢 抽出来的一个故事 所以到后来呢 就是不只是 呃 圣诞节 然后这个耶稣的诞生 不只是复活节 耶稣的复活 好 甚至最后晚餐也进来 变成一个插段 挪亚方舟也进来变成一个插段 好 就不同的插段就进来 然后他就会越来越大 好 那每一个插段 通常来讲 他就是有他自己的表演的一个单位 有他自己的一个景物 他没有所谓的幻景 一个景物就是一个插段之用 OK 好 那么早期的时候呢 这些所谓的宗教剧或者仪式剧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修道院里面 好 那么同学有报告是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一开始在修道院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教导 不四字的 好 这些捡来的 因为兵花马乱呢 然后就是流落街头的这些孩子 你把捡来的孩子 放在修道院 怎么去教育他 好 那么他们发觉呢 就是说戏剧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方式 OK 好 那么据说呢 那么第一个 就是这个圣诞节的插段呢 是Saint Francis 只有法兰西斯 圣法兰西斯呢 他所想到的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 当然是 就是已经到文艺复兴初期的这张图 那么这张图是纪念 Saint Francis 圣法兰西斯他在这里 好 那么他为了要演出这个 圣诞节的这个巨马 所以呢 他带着 他自己修道院里面的这些修士 然后呢 就是 做这些就是场景的这个道具 那么据说呢 就是在他做好的时候 突然呢 耶稣就显灵了 所以他手上抱的 不是真正的婴孩 而是呢 就是显灵的这个耶稣 那表示呢 神非常赞许 他的这种做法 那既然有此一说的话 你可以想象的到 为什么插团会来越多了 那既然连神都认为这是OK的事情了 甚至于呢 就是他赞成的一个这种 这种信心 好 那么等到呢 就是一世纪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他有一定的成绩之后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中世纪大部分的平民百姓 都不失智的 你怎么去教育他们 戏剧 所以呢 就把他搬到了教堂去 那么搬到了教堂去之后 其实教会修道院他们是最主要的主宰者 这个剧本是他们写的 演出呢 也是他们来负责的 所以呢 就造成一种状况呢 常常就会变成 修道院本来呢 他们是在修道院里面清修的这个修士呢 他就跟外面有接触的机会 有接触的机会 他就知道生活呢 不见得就是一定要这样 当一个修士 所以就很容易呢 就造成一些呢 教会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问题 OK 那么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到了教堂了之后呢 插断还在继续的增加 所以等到插断呢 就要看你的教堂大小 反正不管是怎么样 就他增加到一个程度了之后 他的空间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一个插断就是一个场景 就是一个故事 你如果这样子一直继续的增加下去的话 你迟早 没有地方可以去布置了 没有新的场景可以 就是空间去放这个新的场景 所以呢 才想到要把它移到 就是这个教堂以外的地方 那有的时候是在广场 如果是在广场 它是固定式的这个景物 那有的时候呢 它是用马车式 就会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分流出来 OK 好 那么既然呢 教会他们呢 就是演出或者是说 赞助演出这些连环剧 他的目的是在于这个传教 所以当然他们也不会去跟一般人去 或者是说这个修道院跟修道院之间也好 教堂跟教堂之间 他不会去计较什么版权版税这种问题 所以如果是说能够方便传教的话 就拿去用那个没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留下来的连环剧的剧本 有很多 它其实内容 那个文字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不只是说 从同样的一个圣经故事出来 基本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写的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看到这一出插段还不错 拿来用 然后只是稍微做一点修饰 或者是修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Carventry来讲的话 Carventry 因为他离就是牛津大学非常的近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Carventry 他留下来的连环剧呢 那么他的文字 就是比较属于 要文角字的这种做法 有可能就是一个 诶念过书的人或什么 然后去特别去计较 OK 那么Tony 这个层呢 他所留下来的这个连环剧呢 就有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连环剧里面的一段插段 非常出名的就是 第二个牧羊人剧 那么插段本身也有本来是很简单的 像复活剧原本就是四剧八剧 有的插段呢 随着年代呢 就是慢慢他插段也会越长越大 也会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有一些插段到后来 他甚至可以独立起来 变成一个单独的 可以演一个晚上的剧种 那么最标准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Christmas 圣诞节的 那么耶稣怎么诞生 好 这个部分 好 所以Liturgical 这个字 像虽然是同学那个报告的时候 就一幅不知道 好像该怎么办 因为中文的翻译不一样 其实Liturgical 它这个字 它意思就是跟宗教有关的 所以仪式记 只是说它是早期的宗教剧 然后后面连环剧是越来越长 它整个串起来了 就叫做连环剧 它叫Psycho 但是它还是Riturgical 因为它还是宗教剧 好 那么它到了 户外演出了之后呢 它其实还叫做宗教剧 但是在同时呢 有另外一个名字 更受欢迎 更常使用 就叫做Mystery 神秘剧 OK 那为什么叫Mystery 其实它本来就是跟宗教有关 宗教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啊 所以它叫神秘剧 好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影射到每一个工会 那工会跟这个戏剧的剧种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 当他们把这个戏剧的活动 搬到户外演出的时候 那么 那么教堂 教会 他们呢 只负责去监督 他们不再呢 提供人员 因为在教堂演出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觉 对修士的这个清修呢 有所阻碍了 所以搬到户外去了之后 他们更不鼓励 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院士 这修士呢 就跟后面 就是外面的这些 一般的老百姓 再有更多的接触 所以呢 当他们搬到户外去了之后呢 教堂就把这些演出呢 就交给各行各业的工会 那各行各业的工会 他们怎么决定 他们要演哪一个插段 就看他的工作性质 好 比如在圣经里面呢 就曾经记载 就是这个 耶稣出生了以后 然后有三位从东方来 从远方来 朝圣的博士 然后他们带了乳香 墨药跟黄金 所以 这一个部分的插段 会是由谁来负责呢 金匠 平时谁家里 美食会有那么多金子啊 这是他的工作啊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像在 所有的这个 连环剧里面呢 几乎都少不了的一个插段 就叫做挪亚方舟 挪亚方舟会做什么 大洪水 所以谁会来负责呢 飘水卖水的工会啊 因为他最懂得水性 所以就会由他来负责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 根据圣经的记载呢 就是在人间 耶稣的父亲呢 约瑟夫他是干嘛的 他做哪一行的 他是做木匠的 所以你想 他的童年时期 这部分的差距 当然就是由木匠工会来负责 他的木头比谁都多啊 而且平常就在那里啊 所以他们就用各行各业 是这样子 是看戏本身 他需要什么 那么等到工会接手了 每年的这一些表演了之后 对工会来讲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而且是非常世俗的功能 这是他每一年呢 替自己的工会打广告的时间 所以他如果是有打金士的话 他其实是非常舍得花钱 把他的这些东西布景道具做好的 因为来看戏的人 同样会看到这些布景道具 然后就知道 诶 这次工会这个是谁家打的 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去找哪一家 去做这个工 所以他们是非常当一回事 那除了演员之外 如果我们要讲布景道具 这可能是剧场史上最专业的做法 木工就是做木工 金匠就是做金匠 而且是杂杂实实货真价实的东西 而且做裁缝的绝对不是说 你今天是裁缝的人 你就能够来做这个道具 这个服装 你一定是工会当中 大家公认你做的最好的 你才有这个资格来做 所以在这些场景布剧 就是这个道具跟布景 这些东西的制作方面来讲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来讲 是在剧场史上做的难得的精致 很简单一点呢 这跟他的生意有关系啊 那么演员的这一个部分 演出的这一个部分呢 请专业的演员 那个是非常非常后期 我们几乎都要到文艺复兴了 所以演员是些什么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就是教堂里面 那么我们有所谓的 唱诗班的小男孩 然后慢慢的就是 有一般的这个百姓 他平常可能是木匠 然后就这么一天来充当一下演员 当然演技是没有什么 太大可取的地方 可是反正他一年就这么一次 所以他们的台词也都很简单 每一个差段也尽可能不要太复杂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修女院里面 或者是修道院里面呢 就出了几个就是这个作家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Harrows Visser呢 这个是同学已经有介绍过的 那么算起来他应该是就是 我们所知道历史上呢 最早的女性的这个剧作家 但事实上他写的东西算不算剧作呢 其实在现在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像是说 小说当中 然后对话比较多的 不太像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他们有一个整齐的剧作格式 但是也可以想象的到那个时候 所谓的剧作格式 其实也不是像现在就是这么的 就是规规矩矩的 好那么他所写的作品呢 差不多在十世纪的时候 可能从来也没有演出过 就是他自己写着 就是作为一个消遣也好 那么或者是呢 作为一个他对于他的这个宗教 他的虔诚的这个宗教 心理的一个抒发 OK 那么他真正的他的作品呢 有任何的影响是差不多到 14世纪的时候 然后开始 从这个修道院 然后出来 然后开始就是印刷 然后在民间流传 那么后来到了14世纪开始 有所谓的圣人剧产生的时候 就很多呢 都是以他的这个作品呢 然后作为写作的这个范本 OK 好那我们看这边就是Heroz Visser 那么因为Heroz Visser呢 他其实是贵族的妇女 所以他虽然进了修女院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贵族妇女他进修女院 他并不表示说 他就是跟现在修女院 不可以结婚 或什么就一大堆的这个规矩 那个时候没有 如果他选择要结婚 他其实是可以结婚的 OK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 甚至有很多的教宗 他们其实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OK 不见得就是说 他就真的要打光棍 那是后期的这个要求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罗马士时代 好所谓的罗马士 最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他的这个建筑物的一个特色 那是从罗马 好 时代 所以这个留下来的 所以他都是圆形的这种拱门 然后圆柱 然后有很多小的 分隔出来的这种小空间 好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 非常典型的这个罗马士的这个建筑 OK 好 那么从这个罗马士时期开始呢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这个教会艺术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彩色玻璃 那我们知道在罗马时期呢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镶嵌画 就是很类似我们现在那个小瓷砖拼装出来的这个图画 好 那么小瓷砖的这种拼出来的这种图画呢 那么到了就是中世纪的时候 就发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打仗 然后把这个房子弄坏了 你再拼回去吧 累死你 OK 所以 从这个镶嵌艺术就慢慢的发展到了 我们所谓的彩色玻璃的艺术 彩色玻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一片一片拆下来 好 不管是房子坏掉了 或者是房子要重建 然后等重建好了之后 你再把那个玻璃一片一片拼回去 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OK 而且如果东西呢 受到了破坏的话 它不需要整幅化把它换掉 破哪一块玻璃 换哪一块玻璃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技术 OK 那么当然对于教堂建筑来讲的话 在早期教堂建筑 他们是没有点灯的 它就是靠自然光 然后透过彩色玻璃 好 所以彩色玻璃如果你从室外看的话 是黑的一片 你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你要看到彩色玻璃上面的色彩 跟它的图案 你是要进到室内 然后透过光你才看得到的 OK 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接着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维京人 那么他们算是最后一批的所谓的蛮族 就是经过这个基督教的洗礼呢 然后就是皈依的基督教 然后就是同时也接受所谓的这个文化的洗礼 所以等到所谓的维京人呢 接受了基督教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情势呢 就越来越稳定 稳定下来之后 才有可能所谓的城市兴起 好 才有可能呢 所谓的这个 trade 就是这个贸易呢 往来呢 然后才能够更兴盛 OK 好 那么一直到这个时期呢 我们看到所谓的宗教剧的这些演出呢 他们都是用拉丁文 他们还是在教堂内 还是在教会的范围里面 OK 好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 墙壁上的这个浮雕 那么这个也是从连环剧其中的一个插段出来的 这个是Judas 犹大呢 他出卖了耶稣之后 他很后悔 然后他就上吊自杀 OK 但是呢 根据这个浮雕呢 犹大他并不是自己自愿上吊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小鬼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当时插段他们的小鬼是怎么去诠释的 OK 好 那么这个是彩色玻璃 OK 好 那我们再来就进入到所谓的哥德士的时期 OK 好 那么到了哥德士时期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所谓的这个十四菌东征呢 其实也就是进入到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频繁的这种状况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中世纪其实一个最伤脑筋的东西呢 就是鼠疫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黑死病 好 那么黑死病呢 他如果人聚集起来的话 他流行的更快更严重 所以我们知道在过去在庄园式封建的这种体制呢 其实是对黑死病的这个就是停滞流传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他其实反而会加速黑死病的这个流行 好 所以呢 有一些就是所谓有一技之长的人 或者是他有一点小聪明可以做生意的话 那么他就开始存钱 然后呢 就跟领主呢 就赎身 就出来做自由人 所以当黑死病流传的时候呢 他就不用去跟大家挤那个庄园 他就可能呢就是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会比较高 那他成了自由人的之后呢 很多这些自由人呢 有了钱自己在外面有店铺啊或什么的 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去跟这个过去的领主 有什么交往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扒上了新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领 这个主要的人物 也就是各国的国王 ok 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呢 就说国王其实除了每一年征收税收之外 不太管他们干什么 但是领主不是 领主很啰嗦的 领主啰嗦到什么程度呢 甚至一直到了18世纪的时候 一个领主他甚至于就是他的殿农 要讨老婆 新娘是陪领主睡第一夜 所以一个自由人来讲的话 国王除了税收你就缴税就好了 其他时候他不管你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 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择 就是谁对我的要求最少 ok 那么也因此呢 当然所谓国王或者是国家体制的势力呢 就开始越来越强大 那么领主的势力呢 也相对的就会消减 ok 好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宗教的势力 教会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从教堂 搬出来到户外演出 所以他还是叫Psycho 他还是叫连环局 但是另外一个更常用的名字 就是Mean Street 好 那么就是这些所谓的自由人 他们才会在外面成立工会 才有钱去赞助像这样子的活动 好 那我们看到到哥德士时期的时候 好 我们知道这插段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插段呢 其实在原本在这个圣经里面 你能够看到的可能只是捕风捉雨的 这个几句话 可是呢 到了这个连环局里面的差段 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一出小戏 好 那这些呢 就包括像Slaught of Innocence 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讲说 当这个耶稣就是他诞生了以后 好 那么因为犹太王呢 就是怀疑说他将来是不是会串他的胃 好 所以他就下令就是把 就是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小孩子 就全部杀了 就是这个戏嘛 好 那在圣经里面 他的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句话 两句话带过去了 可是呢 在宗教剧里面呢 他变成一个完整的插段的这个戏 好 那还包括世界末日 好 也成了一个插段 好 甚至还有一个Antichrist Antichrist就是反基督 反基督的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 据说在这个世界快要灭亡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就是 呃 跟基督很类似 他就是非常具有领导力的人 可是事实上呢 他是像恶魔一样的这个可怕 好 然后他会误导人类 然后去走上这个插路 好 那个就是叫做反基督 那像这些新的矩码 插段呢 就在这个时候形成 好 所以这个是哥德士的建筑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戏剧的呈现方法 一个呢 就是马车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车呢 他演出的戏码 就是耶稣的诞生 所以这是圣母玛利亚 然后就是抱着那个小孩子 好 那马车通常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一车就是一个景屋 然后他只要是这个插段 相关的插段所需要的 不仅就是这个马车 道具一定都在这个马车里面 OK 所以他们的演员是没有办法 就是像我们这样说的一人似多角 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是在这块 就是这个马车负责演这个插段 他没有办法跑到别的地方去演别的插段 OK 然后这个马车 他停下来的地方 他附近的空地 就会变成他的就是表演区域 好 那么当然来讲啊 就是说这个表演区域 如果说大家都在这个路边呢 然后站着看 会影响到就是 呃 视线的时候 所以慢慢的就会有另外一个马车 然后就是等于是另外一个台子 然后作为他演出的这个场地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这个就是slot of innocence 好 就是这个是犹太王 然后他下令把这个耶稣 差不多年纪的小银行 全部都要把他杀掉 好 最后呢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火 地狱的这个火 所以他死了以后就下地狱了 为他所做的这个坏事呢 然后要受惩罚 那么尤其是这一段 圣经里面有吗?没有 所以这个是写剧本的人 写这个插段的人 那发挥他自己的想象力去编出来的 OK 好 那么这个是反基督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长得很像基督 可是他头上有脚 那脚这个是魔鬼 所以他背后 他是跟魔鬼一伙的 所以背后就是魔鬼 在跟他那边讲巧巧话 OK 好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到vinocular vinocular就是指的是方言 好 所以接下去呢 是方言的这个戏句 方言的这个戏句不见得都是世俗句 方言的戏句呢 其实早期也都是宗教句 那么所谓的方言 在当时所谓的方言 就是只要飞朗丁文就叫做方言 所以在英国 然后就是讲的英文 在法国讲的法文 这些都是所谓 就是在当时就是所谓的方言 区隔在哪里呢 就是不管是这个宗教句呢 他是在我们所谓的修道院里面 演出的仪式句 或者是离开了修道院 叫教堂里面所演出的这个联欢句 那么一直呢 规定都是要用拉丁文 OK 可是当他们出来到了街道上面 去由工会来主持的时候 由工会来赞助的时候 他们就慢慢开始用所谓的方言 就是地方一般人所使用的语言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就整个换过来 好 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说先一句拉丁文 然后接着如果是在英国就是一句英文 如果在法国就是 那他其实前后两句的意思是重复的 只是说方便如果你听不懂拉丁文的话 那你听得懂这个地方的语言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他们其实台词都不多 所以这样子重复的做法 在那个时候是可以行得通的 因为他每一个插段其实都蛮短的 然后他们每一句台词其实也都蛮短的 所以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部分讲过了 先跳过去 好 那么另外呢 他们有其他的就是庆典的庆祝方式 比如说像这个其实就很类似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什么 麻祖出巡 好 那这是属于就是游行方式的这个庆典 OK 这个也是就是类似的 好 这就是花车 然后上面的也就是在教堂里面的 比如说圣母像或什么就出来亮你亮 然后去晃一圈 好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手上今天的这个讲义 好 那么除了就是马车的这种做法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定点在广场上面 广场上面的话它都是建就是定点的这个景屋 好 那我刚才就是一直在逼问吴博弈的是什么东西呢 方位很重要 天堂一定是定在这个方位 这个方位呢 是东边 所以东边一定是天堂 像这种广场的演出呢 常常就是早上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着太阳刚刚升起 然后呢 这个神 神就在这边呢 跟你开天辟地 然后开天辟地的证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像小柵栏围起来的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Paradise 就是我们所谓的乐园 亚当跟夏娃 然后亚当跟夏娃被赶出来了之后 就从这边出来 所以观众呢 它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有的是围绕着这个广场外围 然后在高的地方就是说 像这个广场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废墟 然后它是有就是其他高的这个墙上 那有的呢 观众就是在这边跟着跑 OK 好 我现在的这一张图是演出新约圣经的 所以你们手上应该还有另外一半呢 是旧约圣经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你的手上另外那一半呢 旧约圣经 你就会看到它也是一样挪亚方舟 什么它也就是要跑 然后就是 然后他们就是一面演呢 一面往西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耶稣他诞生在马朝 所以旧约的结束 新约的开始呢 就是从这边 然后耶稣诞生以后我们要往回跑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张 好 所以这一棵树 有没有看到 这一棵树呢 这个场景是干嘛 就是犹大 他背叛耶稣了之后 然后他在这边上吊自杀 这一棵树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这棵树是怎么来 是从这边搬出来的 本来呢 是那个智慧果子 在旧约的时候 是在这里是智慧果子 然后魔鬼骗了亚当夏娃吃了 然后他跑到这边来 OK 好 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三个十字架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是在这里演出 然后这边有个长长的桌子 好 这是耶稣的最后晚餐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 早上是从这边下来 然后晚上就从这边回去 好 然后西边 这里就是搭地域的景物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中间不是有个方位表 E朝这边这个是东方 W朝这边这是西方 N那边是北方 S是这边南方 OK 所以基本上他搭的景物就是这张图 OK 好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图讲完的话要很久 因为这个景物呢 他搭出来其实不是打算一天就给你演完的 好 他有时候要演上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才演得完所有的故事 我们最主要看一下地域 不管是哪一出连环剧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地域 因为地域最有它发挥的空间 地域通常来讲呢 社会哪一个工会负责? 哪一个? 铁匠 铁匠常常要用火 打铁的时候 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他前面的这个场景 Oops Sorry 这个是耶稣记得他要说服他的这个 信徒的时候要相信 所以他在水上行走 所以前面的这个场景是水上行走的 OK 然后在地域 OK 然后地域旁边这边有一个 就是这些人是被关起来 可是呢 他们好像不像在地域 你看到没有 这是地域里面的人 从嘴巴可以稍微看到 然后这也是在地域里面的 好 这些都在受苦刑 他们被关起来 可是他们好像就是在那边看风景 也没有受什么罪 这些人呢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先知 那么他们被关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Limbo Limbo就是他不是天堂 他也不是地域 也不是人间 就是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造成那种情况呢 因为要上天堂必须要是基督徒 可是基督是比他们还要晚出生 那既然基督还没有出生 就不会有基督教啊 他就不会是基督徒啊 所以基督在 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后 他在升天之前 他中间有一个空档 他干什么 他就是要跑到Limbo 然后来把这些先知放了 跟他走 好,这就很像这些先知呢 就是去四分天堂那个集点 然后少了一张不能进天堂 所以呢 他们就要在这边待上一段时间 就相对于呢 去兑换最后那一张没集到的 好,然后终于呢 就是一叔可以把他们接到天堂去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龙 虽然在东方 他算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象征 但在西方 他是跟蛇一样 他说代表的呢 都是比较邪恶 比较负面的影响 OK 好,所以你看到 这是另外一个地域的这个设计 好,基本上来讲呢 他们其实有 就是类似的这个地方 好,不管是哪一出连环局 地域他这个设计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头戏 好,地域设计的好呢 就表示你今天应该 观众会比过去还要多 OK 好 呃,世俗巨 我们下个礼拜再讲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好,谢谢